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未来的这个创新中心这边一起来和办这样的一个论坛 那我想在座有好几位呢 其实都一路跟我们走过来 就是说在新著名这个已经是进入所谓的第三场 那我们前面的两场呢 我们是希望广争大家的一些意见 那在这一场的一个想法是希望有一些受戀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前面的部分呢 那在议程开始之前呢 我们会有两个报告 那一个是由嘉欣这边针对我们的新著名 新科技新职业新希望的服务方案 这边呢来做一个说明 那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赵烈婆赵主任 针对他们今天在执行的一些专案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分享 那我想呢 今天主要是借重大家呢 在这个产业还有人力 还有包括未来的这些文化各方面的这些想法 希望大家可以共居一堂呢 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提出来 作为我们未来在这个实施未来的一些方案的一些想法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堂 那开始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请我们主任来为我们讲几句话 欢迎我们的主任 好 谢谢我们CBC合同团队 在过去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协助 让我们这个今年度的老动力发展创新论坛 有一个新的展现 我常在讲说去年我们开始发展创新论坛的这个品牌 去年一整年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里面上的交流 那今年呢由CBC来坚守 除了里面的交流 我们有这个好的基础之外 我们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是 跟非常多的行动来结合在一起 那今天这一场 应该说我们在11月6号 我们会有一场 这个今年最大规模的创新论坛 在台大集数会举行 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分几个主题呢 用小型的方式再一次跟各位先进来交换意见 希望把我们这几个主题呢能够串联在一起 那各位都知道我们脑洞力发展创新中心呢 也有一份康复叫做Talent 那我们下一期的这个Talent的康复呢 就希望把我们今年是一整年 创新中心所规划办理的这个创新论坛的所有的主题内容 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 希望呢能够再一次的用文字 图影跟社会大众来做一个沟通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这个《失望报》的张正修呢 来帮我们主持今天的这个讨论 我们也很谢谢我们移民署的简摔员 还有我们洪董事长 就是洪董事长最近 我跟他讨论很多 昨天 昨天啊 一夜如隔三笑眼 昨天才见面 就觉得好像已经见了很久 因为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昨天在 新店的 大方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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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都是我们 在各地的NPO团体 找到 比较多新住民的 学校 我们也有一场 新住民、新科技、新自来 的讨论会 那过去这几次呢 我发现每一次的讨论 都有非常多的收购 那有些地方呢 找新住民 找得蛮辛苦的 说新住民这么多 我常在讲说 包括中国大陆的 我们有46万6千 要找 他找得很辛苦 那地方好像说 我这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台中 应该是我们 这一次十场 这个 所谓的新住民、新自来 这个 说明会里面 台中办理的单位 前几天跟我们 好人讲说 我们是在11月份 最后要办 可是我已经找好 50位新住民在那边等 你们来了 我们要好好的来做沟通 那我就觉得很好 所以今天这样 请那个简专员 回去跟你们组长 再跟你们那个署长 报告一下 我准备 希望你们署长 再一次来 因为你们署长也是行动署长 到处都去讲行动 不过我们的行动 你们的行动 有一点要结合的地方 就是我们移民署的行动服务师 实际上到各地去 那我们创新动力的行动服务师 要新科技 能够展现出一个新的行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 两个单位整合在一起 就是说软硬兼施 虚实要整合 这可能是一个新的 劳动力发展的新的经济 所以 那今天 再一次透过大家的智慧 我们怎么样子把 我们新住民的 这方面的服务的内涵 是不是机位 再往前推进一大步 所以我们大家同仁 也会有一些的报告 我今天代表我们主任他们 对各位的参与 表示感谢 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讨论 非常丰富 谢谢大家